哈登确实不行 但这个锅不是他该背的 篮网再这么打下去没前途的 他们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攻防体系 就是一个巨星战术 杜兰特主打哈登辅助 手感好赖赖巴巴赢队弱队 没手感必输 欧文能打时可以用进攻弥补其他 纵观赢过篮网的这些强队 都是全员一体多点开花攻防兼备的 绝不是单纯依靠某个球星 勇士库里行不行都是一样的强硬 其他球队也大致如此 篮网必须减少对杜兰特的依赖 研究团队进攻的套路 在他被防死时启动新的火力点 篮网的问题在管理层和纳神 不是哪个人 只相信巨星全靠阿杜硬撑才撑到现在 还排在东部前四 篮网根本没有一点战术可言 教练团队都在干嘛 管理层也是知道自己缺投手 不赶紧引进几个投手 知道自己内线不行 老被人击穿 还不赶紧引进一个能抢篮板的中锋 都引来一群老弱病残 就这阵容篮网走不远 会累死杜兰特的 为什么不用约翰逊和托马斯多打点时间呢 他们的手感不错 米尔斯本场不行 就减少上场时间 要灵活运用场上的战术 根据球员个人情况的状态 合理的运用每一个球员 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 不要有固定的思维 也不要用固定的模式 谁打低好 谁就上 谁能赢球 谁就是巨星 蓝王喜欢包夹对手 这种防守方式就是错误 包夹如果不造成对手失误的话 基本就会出现三分线漏人 尤其是对手一突破就全部收缩内线 一防一不会 包夹也要看对手啊 对手三分能力若可以包夹 有三分还包夹漏人 简直是自杀防守 那神真的是一根筋啊 一米尔斯没三分的时候还有啥用 身高不行 体重不行 脚步也不快 爱德华兹不行 二托马斯只会持球打 你让他跟杜兰特哈登同时在场有啥作用 三照四跟着哈登能打挺好 你让他顶防自姆娜不是开玩笑呢 下谱脚步也没那么差 上下谱不好 四防米德尔顿 需要脚步利索底盘稳能贴身防的 上半场本部里防米德尔顿那么好 下半场布朗也不错 怎么会让赵四去换防 五篮网这么个进攻无限想象的队伍 是怎么被搞成拉不开空间 只能杜兰特和哈登硬凿的状况 看着篮网只能杜兰特硬抗 哈登突破就是左右各挂一个人硬突 进攻真的便秘 说真的 要防守没防守 要三分没三分 要篮板没篮板 失误还一大堆 主帅镇不住 只会交给球星单打 看进一个球都费劲 回来人家轻轻松松又进一个 确实问题很多 但最大的问题还是纳神 拿不出一点解决方案 输吧 真希望再多输两场 这样看看管理层会不会换了纳神纳神 再不下课 估计篮网队的粉迷就会越来越少了 原因 一是篮网的战绩会越来越糟糕 埋怨和内讧声音越来越大 二是哈登的状态越来越差 三巨头单打独斗的比赛扫兴无趣 三是篮网夺冠的可能性渐行渐远 哈登不好的一面篮网 主场胜率都没过50 客场胜率80以上 搞不懂 客场打低那么好 主场就不会打球了 欧文又只打客场 太难了 米尔斯圣诞大战拿34之后就消失了 七中一 六中零 篮网从上到下都有问题 上赛季防守质量差 但进攻独一荡 这赛季防守就是渣 进攻还打不开 哈登太不稳定了输给熊路 这场球很明显 哈登被包夹就先核球再找人 这样他完全就没有进攻 那防守只需要防接球人 接球的是赵四约翰逊 进攻把握本就低 再加上哈登还时常传丢 这种进攻方式最好防 让赵四进攻熊路是乐意的 你哈登三分线外核球也不能出手 就是完全没威胁了哈登手感不行 能接受 但是你作为球队主力带头场上散漫 毫无斗志 这完全不能接受 五个人场上 就你不拼 就你散步 别人拼两次也就不想拼了 这就是为啥哈登杜兰特带队就感觉真难受的原因 反抗杜兰特欧文 打滴都很积极 带动队友也都很积极 就非常流畅 说真的 不怕你手感不好 但是你态度得有了 你态度没有你也别带头消极散漫啊 对哈登多期望就有多失望 太让人不能接受了 现在有点怀疑你哈登是不是想学11年的詹姆斯故意演戏了 现在的哈登是在主攻和支配球犹豫不决 很多次进攻自己出机会了 这机会不管是上篮还是三分 能打不打选择传球 为了传球而传球 接球人舒服的接球 能不能近看造化了 还有篮网那个挡拆顺下啥玩意 也就阿德肇四偶尔能拆出空挡 其他人拆了没威胁 人家不跟着走 你说气不气 因为挡拆的人没有得分威胁 如果换一种打球方式 自己主攻 和之前一样 效果比现在好 别说哈登得分不行 节奏在自己手里和节奏一直切换区别很大的 节奏在点上什么都有 不在节奏里就是便秘恶心 篮网是全队都有问题 哈登的特点哈登的球队 适合内线有人防守的 结果火箭包括现在篮网经常要靠哈登防内线 库里哈登这样的身体没有绝对优势的天赋 当然要其他人帮弥补缺点才能发挥更好 库里在勇士格林伊 哥达拉汤普森防守都是顶尖的 哈登的身材在外线防后卫当然是不好的 内线又没人抢篮板 很难打好的哈登很强 个人持球威胁很恐怖 就是需要大量球权 通过个人能力制造机会 最后队友终结 大部分时间都是阵地战 个人体能消耗过大 队友大部分都是无球状态 手感不好 制造不了威胁 哈登体能不支 所以才会看到哈登经常在后场散步 注意力不集中 防守失位 科比之前就讲过哈登的打法问题 哈登球伤非常高 进攻和串联都是一等一的 但缺点是不够努力 争胜心不足 容易放弃 特别是季后赛 面对硬仗不够霸气 要成为超级巨星 就得有舍我其谁的霸气 可惜哈登没有 哈登是巨星 但不是超级巨星季后赛 才是检验巨星的舞台 可是哈登哪次季后赛不拉西 每一次都拉西 也没有一场季后赛经典战役 哈登确实厉害 得分和串联球队一流 但维德和科比这些硬汉 都已经在各种场合证明自己 哈登在常规赛独领风骚 但是他的得分有多少 是站上罚球献得的 哈登有大量的球 就是突破进去把手 伸直往防守球员靠 只要碰到就是打手 要不撞到防守人也是犯规 甚至合球的时候 主动加防守人手臂 哈登这么牛逼 可是大家看过比赛 都不会学这种 这赛季前面没法球 大家都看过哈登的效率多么 不应该哈登来 背锅输了就是哈登的锅 稍微懂点球都知道 篮网的进攻组织靠哈登 让熊路包夹给限制死死的 就是不让哈登出球 让阿杜哈登单打 往里面冲 熊路一堆人守在里面 外线几乎没有射手 纳神又没有战术调整 整体防又防不住 这也是哈登的锅 打个40分钟 不休息 只要拿球就往前冲 看看你多有劲 防守就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人家打单盒的时候 外线有射手 有手感 米尔斯也发挥了 现在呢 不给你出球 就让你单打 突分 里面一堆人等着你 外线还铁的一批 你巨星单打 在牛也赢不了球 你攻不尽 防不住 战术被限制的死死的 不输才怪 再告诉大家一点 哈登从小就有哮喘 很多时候 场上散步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并不能全怪哈登 不过最后一截 连着两失误确实该喷 一直被包夹处理的也不行 主要现在篮网外线太铁了 雄鹿内线玩爆篮网 不算字母被个波蒂斯打爆了 外线也被爆了 三分更是三成命中率都不到了 这赛季篮网的三分 好像联盟倒数最后 那神不会用三巨头 打得差还一直让上 表现亮眼的应该多给机会 这样才能让球员内心强大起来 正好常规赛 比如强队伍 人不齐 就直接让首发轮休 这样输了也不丢人 也能给新人锻炼的机会 还能让当家球星得到很好的休息 即使上场 首发可以都上 替换的时候尽量车轮使用 总会找到突破口 各种适配角色球员和巨星的匹配度 合理调度 肯定不至于那么吃力 加油吧 还是希望篮网能拿到总冠军 阿渡和哈登能证明自己 哈登也要重振信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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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